六月報在在今天公佈一百塊兩年 我們國人外國習慣的調查 進入在公共特殊館 使用特殊館的服務 還有照片人數都比過去 前一年也就更加 國人比較外國看的 一樣是比較介意這個通宵的文學 而且這九年在全國照片照相對這個 是在台中的一個市民 它叫做蘇正明 比較特別的是它今年已經六十五歲了 他最喜歡看的是小孩的照片 來自全台灣二十二餐期讀書館 照照的開花來到店 分享特殊的生意 已經六十五歲台中市民書證明 看到電視各種照片的時候 第一本看的是小孩的照片 因為他兒童同志 他的字很大 很清晰 簡單 他的圖畫 那個畫風很好 小孩是蘇先生的最愛 而且因為退休 差不多每一天都去讀書館 這照就是十五分 去年一年就就四千三百五十八分 是全台灣第一名 他說自己以前都是去蘇人的採點開支 這四年才知道可以去讀書館看採 不用錢 有更方便 經過國家讀書館的調查 一百萬二年 全國民眾 去讀書館跟照片的領書 都比真一年真高 而且民眾也是比較愛看通俗的文學 選了好書之後 希望各個公共圖書館 還有我們的學校圖書館 能夠採購這些優質的圖書 讓他們除了文學性的之外 也能夠非文學性的知識性的讀 能夠多一點的閱讀 以年會來看 七歲到十二歲的學生平均照片 七點二歲是台灣看採主要的領口 二千年跟老大人照的採最少 平均只有一點二分到一點一分 另外流行照採的比流 也比南城還兩下室 還跟圖書館表示 青年老大人跟南城 也是重點開花的祝福 記者綜合報導 3 2 1 環境 8